掌声有请两位 丈夫晋先生42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公司职员 有请 妻子宋女士42岁 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公司职员 有请 来 欢迎两位 这个夫妻20年了 19年 19年 他毛病太多了 像了一些坏毛病 真的喝了过不去了 你离婚不行了 那么严重 有什么坏毛病呢 说来听听 喝酒出院的 我喝酒出院怎么了 我下了班 你还不能我有这点自由 你说喝点不行吗 每天都喝醉 每天喝醉了才回家 不喝醉就不回家 每天我喝醉了 我不耽误上班不就行吗 晚上你喝点酒 明天早晨还行不过来 你不耽误上班吗 你别管我 上班不上班 我到时候把钱给你拿过来 你一个月就多少钱 一个月两千多少钱 每月不给你吗 孩子上学都不够用的 生活费都不够用的 你成年这么喝酒 还受得了吗 喝醉了一会儿 还吵吵冷冷的 还睡还早的 还打海帽 打孩子吗 老婆 我吵吵冷冷的是 在我家里 我没在别人家 这是我的自由 这是我的家 我愿意这么的 这么的 抽烟抽得厉害吗 抽烟也挺厉害 每天都 有时候我两孩子都不够 我抽烟我也没给你 要钱 我爸的钱都给你了 一分钱你都不给我 我都是 抽烟都是从爸爸妈妈那里 都是他给的 有时候他们 花了工资 还租着给我 一百两百的 你给我多少钱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都是爸爸妈妈给我的 你真的太熟了 你这四十多岁了 还爸爸妈妈给钱 本来就这么 不多 这个钱 他还有孩子 有出秧的 还到处到处的 我觉得真的就是 过不下去了 孩子又这么大了 用钱又这么多了 我没有别人 挣钱多 我就挣这么多 你还弄我挣多少 我没别的本事 你没别的本事 你收花一个呀 你收花就收出这样吧 他对孩子好吗 对孩子 他不喝酒的时候 对我们养个度挺好 就是喝了酒 就对我们发脾气 也抽烟的 还不让我张嘴 我一张嘴有时候 抽到鸡里的时候 还想多数打我 儿子女儿 儿子说他说 有时候窜他窜 他也不愿意 也不让他张嘴 他就骂他 有时候动手打你 也是当着儿子的面 他就和他 那时候他是小的时候 这现在孩子都大了 我什么时候又打过你了 现在孩子都18了 我好意思打你吧 收着孩子 主要是不敢打 谢谢啊 谢谢你不打 儿子成长的过程中 这个老公负责任吗 对孩子对家庭都不负责任 什么事也不管 像家务事吧 打砸卫生 他成天领着朋友去喝 就摆着烂烂烫烫的 一摊子 酒瓶子摆着吃到喝的 什么都不管 吃了就散了 拿几个酒瓶 打砸砸卫生 这个还类似你啊 你不就是拿几个酒瓶了吗 我每天都是水 我还上班 我上班回去 我还给你打砸卫生啊 你喝了酒喝水了 还给你水心脾气啊 难道我就不打砸卫生了 我打砸卫生 我打砸卫生 我还老你 你下了班 我还给你汇报汇报 来 先生 除了喜欢抽烟喝酒啊 你也没有其他的爱好啊 咱有点健康的兴趣爱好也好啊 我现在我养花 我买了很多花 也不给我浇 他正说我买了就不管它 我说你有自来水管 你不能浇一浇水 你浇一浇水 能怎么去 他特别喜欢花 喜欢跟丢啊 但是他买了花 回家以后他不管你 让我给他管理 就只要是非 把家里有自来水管 你随便一浇 不浇完了吗 那你怎么不随便一浇呢 所以你只是爱买花 你不是爱养花 我有时也浇 不是 你不是也上班吗 我也是明天上班 他还有时候下班了 下班的时候他也不管 什么事他都不管 回家以后什么事他都不管 我坐在那跟丢 给我踢过来踢过去 我坐这么一跟丢 最少夜的一个星期 有时十天 您还会做跟丢呢 我坐了一屋的跟丢 他给我当木头的踢过来踢过去 屋子本来那点空间就挺小 过来过去的 那你也不能给我 给踢过来踢过去啊 还逼着我卖 那么边来买了去 还不也是欣赏吗 我在家里下了班 还不也是欣赏欣赏吗 我欣赏欣赏 去这批楼 你曾经就那么一那么四年后到一百啊 几乎我们那个屋子那个客厅嘛 都满了 都摆满了 就是我看着就烦了 我说你卖了再 让他贴不贴不生活费不 三百五百的 你卖这么点钱 有什么作用啊 所以买酒不再找爸爸妈妈要钱 这又是不满 自己还没欣赏够 没欣赏够舍不得 你老婆让你觉得有哪些不满呀 自从接了会 也不喜欢打扮 我给他买了化妆品一年多了 放在那里冻都没冻 都过气了 我给他买的香水 他也不操 前几天 我们单位给我们这些男员工 放了一身服装 里边也有女工 我就没过去的 要问那身男服 我就给他挑了一身 女的服装 给他拿回去了 没过一天 他帮了一身服装 给他妈 娘家拿过去了 我穿的不合适 我不给我妈妈 不给我妈妈给洗 我也没说什么呀 穿衣服打满地 用钱啊来买啊 是不 你这多少场 你卖个根雕 给老婆买件新衣服怎么样 行 有 这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先生对女士 不太满意的一点 就是不太爱美哈 这爱美得丈夫呵护 大哥 你爱她吗 爱她 上去亲一她一身 快点 你们年纪不大嘛 才四十多嘛 哎呀 你有点反应行不行啊大姐 你有点反应行不行啊 还在气头上 还气着呢 我就是 我就是 下面对她 太 有些眼泪就做的 我们两个 下面感情 就是 不太那么少 非就到了 离婚的地步了 就是 按道理 抽烟喝酒一辈子了 怎么老婆这个时候提出 要跟你离婚 分手了 中家活 有十来亩地 嫌我不 不中地 就跟我 打架 喝喝点酒 两个人就吵架 越吵越厉害 闹了一年多了 非 非给我闹离婚 为这事 两口的 一年多 就没有快说话了 十几亩地 全跟我婆公 就上婆庭 她也不去 她先办事呢 也不去 再她 先办事呢 就是喝酒 喝酒太疯狂了 喝得太多了 对家伙是什么 对耽误是耽误了 嗯 那你就改改呗 再少喝点 不喝了 以后 我少喝点了 少抽喝呀 我说什么 都不相信了 不是给你一次 半次的机会了 我不是给她 一次两次的机会了 比她几次会 很多了 所以现在是妻子 过不下去了 这一次我回家 一定改 好吧 其实是很多家庭 有可能在 多年婚姻之后 遇到的一些问题 请老师们 帮帮你们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喝酒这个事情 其实挺有意思的 一般来讲 如果丈夫要喝酒 会有三层原因 第一层 可能太太平时啰嗦 丈夫如果不喝酒 就得慢慢去应战 而一旦喝了酒 就像武松 敢打老虎一样 她可以 有了胆子 对太太吼一声 你给我闭嘴 然后太太一看 丈夫是不理智状态 所以也很容易休战 这就是丈夫喝酒的第一层原因 可以稀释宁人 得到片刻清净 第二 当喝完酒以后 一定会做出一些失态的事情 第二天 看着满目的狼藉 听着家人们的抱怨 心里头一定会有很多的不适滋味 甚至羞愧 那么就需要用第二顿的酒 来使自己麻醉 忘记了自己之前喝酒 所造的那么一些事端 所以你是在用喝酒来麻痹自己 让自己不老沉浸于犯了错的愧疚感当中 这又是逃避 第三个 因为你有太长时间 没有从你爱人的眼里 嘴里听到一丁点对你的夸赞 于是你只好靠喝酒 酒可以帮你兴奋起来 可以使你有一瞬间的飘飘然 可以跟朋友一起吹吹牛皮 所以酒比太太成了你生活里头 更好的伴侣 这三点如果不去改掉的话 你离不开酒的 而如果想把这三点给改了 太太必须得配合她 你那个样子去贬损她的根雕 看不起她养花 一回家一沟通就吵架 只会使她继续逃避回去 然后你对她的抱怨越多 她想逃避的越多 她沉在酒里的时间越多 你也就越失望 这个家的气氛也会使她 继续往酒的怀抱里奔 你们的恶性循环是止不住的 所以不只是先生要改 太太也得改 如果你们想在一起的话 我们都说凭见夫妻百事哀 我觉得最开始我听他们来说 就是他们过的生活并不富裕 大家都会因为钱的事情 会有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我从小我就一直认为 一个男人如果娶了老婆 他打老婆 他的日子一定过得不好的 而且这个男人一定发达不了 因为连你最爱的人 你就舍得去打他 称不上是一个男人 所以说我一直对打老婆的 这个举动 我觉得是特别不正确的 那导致你最后最后 你过得不快乐 你就喝酒 为什么喝酒喝那么多 我觉得是戒酒消愁 喝了酒麻痹自己 我刚刚就看着你在说话的时候 我特别想掉眼泪 因为我就讲我在想 如果这样的一个男人 他离开了你这个老婆 离婚了你能过成什么样 我觉得你会过得很惨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感情二十年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之所以说你嫌弃你这些 嫌弃你这些 就说这些 其实想让你两个人日子过得更好 但他是觉得生活看不到希望 从你的身上 所以说 我觉得你真的得改改 家和万事兴 往好里过 往河里过 酒少喝一点 所以说为了孩子 为了你们的未来 为了很多很多 你们都应该去改变 谢谢郭老师 我觉得孩子已经大了 如果真的觉得过去的婚姻是错误的 你们已经没有负担了 你们可以寻找真爱 反正分了还可以付吗 你不分你怎么知道 分了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呢 你不分怎么会知道 过去的这些 有多少是应该珍惜的呢 其实真看不出来你们俩比我大三岁 我三十九 你们四十二 你看看你们现在这种状态 郭老师刚才用了一句话 评贱夫妻百事哀 但是我要再次强调 现在很多人都误读了这句话 现在人所理解的评贱夫妻百事哀 大多数都是说 如果夫妻之间家庭生活没有物质基础 是世事悲哀的 但作者的原意不是这个意思 作者的原意是说 共过苦的夫妻一旦永别 是最值得怀念和伤心的 他恰恰是鼓励 在贫鉴当中的夫妻要好好在一起 而不是说如果没有面包的爱情和婚姻 是没有希望的 婚姻是建立在希望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没有希望 觉得像现在这样的日子遥遥无期 家里天天是睡着个醉鬼 孩子没有人照顾 我作为妻子 我可以扛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 但我扛着十九年 身边的男人没有悔改 没有变化 身边的这个枕边人跟自己 不能共苦不能分担 你说他跟着你有什么笨头呢 我们说娶一个什么样的妻子 决定你的生活品质 嫁一个什么样的丈夫 你的生活的方向是什么 那如果一直身边睡的是 一个你这样的人 他哪里有心思打扮给你看 家里堆的遍地的根雕 是吧 家图四壁 一个月两千来块钱 哪有心思打扮给你看呢 一个男人总要有一点点可取之处 要么能挣钱 不能挣钱就会做家务 不能做家务 大不了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 再怎么无能对孩子好做顿饭 会做饭 你没有一样可取的 你说他找你干什么 没有意义嘛 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只想跟大姐说几点 这个婚姻还值得你过下去的几点理由 第一 其实她今天造成这个样子 除了自己有战 大部分的原因之外 你是有一定原因 自己的丈夫过成这个样子 妻子没有从某个方面的去鼓励和调教她 也有你的责任 第二 至少这个男人虽然有种种的不好 还算简单 如果家里是一个满口胡言乱语 在外面采齐飘飘这样的男人 你可能更加无法接受 虽然我在一开始我也说了 如果想分孩子已经18岁了 倒是可以 可以去开展自己的新生活 但是 在没有说婚姻破裂到有实质性原因之前 你能否还给她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她再不成 一年之后再离也不迟 谢谢三位老师 其实我相信啊 她再不好 快20年的夫妻之情 还是舍不得 你把她丢了 她怎么办呀 来吧先生 接下来看 你怎么说了 好不好 相信你的妻子对你还有留恋 接下来进入黄金60秒 老婆 我以后 好好干活 为了咱这个家庭 孩子都那么大了 咱都结婚快20年了 以后我好好干活 不 不再喝酒 不再抽烟 把那些出毛病 都改了 这次我一定改 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这么些年 我给你不是一次 把次的机会了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都没改 现在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这次一定改 真的老婆 我用实际行动 一定改 时间到 请亮灯 我相信啊 即便是在 我们这样一个舞台 在全国观众面前 你的承诺 妻子依然怀疑 毕竟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但是我个人建议啊 女士给她一个期限 看她是否究竟能 把酒借了 把活干了 好好过日子 这个期限你们可以商量 好吗 来 两位请回吧 回到门背后 再做一下 最后的思考 请关门 十九年的感情 请开门 请开门 快点上快点上 快跑 把她抱过来 能抱动吗 你看喝了酒了抱不动呢 你看 来 来中间啊 女士 怎么想通了 站出来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毕竟是 一二十年了 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这段感情 还有一点 玩油 其实两位能够 同时出现在这里 我们还是挺欣慰的 因为有时候婚姻啊 真的需要我们去调整 而不是放弃 好吗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谢谢宝宝 来 两个宝宝回去慢一点 来 让我们一起见证 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共同见证吧 请亮灯 这是伊贝斯为爱情保卫站 专门设计的白色恋人系列 女士送给您 千万别再过期了啊 好不好 保护好你们的感情和婚姻 加油 来 回家吧 回家吧 谢谢